廠商犯錯我們當然要罰藥查 問題過去長期以來 為什麼沒人管沒人查呢 無故葬身的人是活該倒楣嗎 都沒有人有錯啊 基層消防員的新生說 加工出口區 因為火災的性質很特殊 因為裡面不管是科技園區也好 加工出口區也好 這些經濟專區裡面 誰知道哪個廠商是做什麼東西啊 那每一個有每一個叫專業嘛 所以他們的性質的確很特殊 必須要設專責的消防隊 對於園區裡頭 各種不同的化學物品 他才會熟悉有專業的設備嘛 那現在全台灣 只有高雄男子跟譚子 三個加工區有消防隊 其他都沒有耶 你說離不離譜誇不誇張 蔡英文講了半天 說要加強設備 加強到哪裡去了 中央對於整體的消防量能 或者是救災的分配等等 我覺得還是要負起一定的責任 去協助地方政府 這廠房裡面 它明明有這麼多的化學堆滋物 粉末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些地方政府 那都你知道嗎 大家能夠痛定思痛 而不是今日公盡明日旺季 冥陽一場惡火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這也讓四名打火弟兄因此殉職 事後大家發現 原來冥陽的廠區存放了超標 30倍的危險物品耶 被質疑說 那政府管理的螺絲難道掉滿地嗎 結果屏東縣政府說 消防局只查消防安檢沒有權力查化學品的存量 經濟部卻說廠商跟誰申請的誰就要查核呀 等於是又把球給踢回去了嗎 超標30倍的過氧化物相當於是三噸的黃色炸藥 結果竟然找不到主管單位嗎 而各位陳建仁說 屏東縣政府已經對冥陽開罰 經濟部也已經要求廠方勒令停工了 中央地方一向都是互相合作把安檢給做到最好 哇 那如果真的把安檢都做到這麼好了 怎麼還會造成這麼多的傷亡呢 立文 對啊 所以不說 原來這已經是最好的 所以毫無改善的空間了 那麼這些犧牲人是怎麼樣呢 我真的是講不下去了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到這個時候還在說 政府做得好棒棒 我們來看一下 冥陽國際大火炸出百人死傷 蔡總統2018年喊要補充人力升級裝備 現在卻沒錢沒人力也沒裝備 扯的是冥陽國際廠房還放3公噸過氧化物 大超標30倍 管路大型彈藥庫 屏東縣府說無權查化學品存量 經濟部卻說要消防單位來查核 危險物品存放到底誰該管 經濟部工業區的主管單位竟然說 跟誰來申報就由來誰來管理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平常有在稽查嗎 中央跟地方互踢皮球 管理輔導法裡面就有平台 他就要申報 消防的部分這個兩個他都沒有申報 我們會跟屏東縣政府來思考 做更好的管理 冥陽國際被罰三項大過失 包含存放超量有機過氧化物 沒有及時停用廠內化學品資訊 也沒派人協助救災 依消防法重罰240萬 但對比光台農跟信心進口 但流向說不清 10天內共被罰1,130萬 還依送法辦 食品安全管理法裡面 我們對於罰則是提高了 但是攸關人命的危險物品 存放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最離譜的 因為他最高只能罰30萬 這個就是蔡政府執政的情況 人命比進口雞蛋都還不值 政府說好的消防權益 百姓看不到 如今出示超量的大型彈藥庫 公安罰款還跟食安差很大 也難怪百姓感嘆 蔡政府執政下 人命竟不如雞蛋 除了這個消防局長本身 似乎非常的不專業不適任 難道是靠裙帶關係 才能夠當上局長嗎 但問題是說 今天查出來 在明陽爆炸的現場 居然裡面 非常危險的過氧化物 是超標30倍 這也是為什麼會引發 爆炸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難道平常都沒有人在查 氣嗎 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可以長期的囤放危險物 而終究是爆炸了呢 好 那麼大家就在問了 那麼這是不是這家企業呢 平常到底是跟縣政府 什麼樣的關係啊等等的 已經引起了大家很多的移動 哎呀 周春明趕快出來 滅火就是切割 他說明陽是位在科技園區以內 請大家看清楚 所以不是我地方政府管的 他是屬於中央經濟部管轄 好 這句話講的其實也沒錯 我們全台灣不是有非常多的 這個科技園區嗎 這些經濟園區呢 事實上的確都是由 經濟部直接管轄的 而每一個科技園區 他都有他的管理處 好 所以咯 他說啦 周春明說 我們的消防局 根本無權檢查化學品的存量 好 所以他其實等於是承認 這麼過去這麼多年來 事實上屏東縣政府是不管的 是沒有在管的 好啦 那沒有在管 那難道中央有管嗎 中央也沒有管 因為王美花說 應該是地方要查 王美花說 我沒有互踢皮球 我們是緊密合作 都是你在說的 這又不是形容詞作文 比賽演講比賽 隨便你講啊 他說啊 我們會思考 如何對園區做更好的管理 以及請專家走一遍 目前園區看起來都很合格 你們每次去走 平常沒有走 去走一遍 園區也都很合格 那等到爆炸了之後呢 那這個問題 你們應該去看 過去是發生了什麼管理的漏洞 是不是有人為的疏失 經濟部是不是疏於管理呢 好 陳建仁跳出來幫忙還家 他就說 廠商 都是廠商的錯啦 廠商本來就不應該堆積過量的危險問題 當然啦 如果全台灣的廠商 全台灣的人民各個奉公守法的話 哇 我們根本連警察局都不用設了 對不對 也不庇護嘛 問題就不是啊 所以啊 所以才要管理要登記要查核嘛 不然的話我們就大家相信廠商就好啦 那問題就是會有不肖廠商嘛 好 那你今天廠商犯錯 我們當然要罰要查 問題過去長期以來 為什麼沒人管沒人查呢 那你政府在哪裡呢 好 陳建仁說啊 屏東縣已經罰了啦 經濟部也勒令廠房要停工了啦 中央地方一向互相合作 我們安檢是有做到最好 所以安檢做的也很好囉 那安檢有做到最好 可是呢 廠商堆積過量的危險物品 居然這個安檢做不到 這樣就叫做最好 那你陳建仁的標準也未免太低了吧 所以台灣發生任何公安的事件 都跟政府無關囉 因為政府已經互相合作做到最好了嘛 那所以我剛剛不就講了嘛 無辜上升的人是活該倒楣嗎 都沒有人有錯啊 所以啦 只有啦 只有廠商有錯而已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會有這麼嚴重的公安事件發生嗎 那台灣就是沒有政府嘛 有政府跟沒有政府一樣的意思嘛 不是嗎 好啦 所以啦 消防員看不下去了 消防員就跳出來講了 這是基層消防員的新生說 加工出口區 因為火災的性質很特殊 因為裡面不管是科技園區也好 加工出口區也好 這些經濟專區裡面 誰知道哪個廠商是做什麼東西啊 那每一個有每一個的專業嘛 所以他們的性質的確很特殊 必須要設專責的消防隊 對於園區裡頭 各種不同的化學物品 他才會熟悉有專業的設備嘛 那現在全台灣 只有高雄男子跟譚子 三個加工區有消防隊 其他都沒有耶 你說離不離譜誇不誇張 所以很明顯是不足的啊 好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呢 這位消防員就說了 經濟部的漠視 才是讓工廠大火奪命 說穿了根本就是官僚殺人 因為廠商根本沒有確實的 去申報危險物啊 結果呢 也沒有人查 也不知道 罰則也不中 罰那麼一點點 廠商會怕嗎 根本就是拿消防員的命開玩笑嘛 而且也是拿人家 在工廠裡面上班的所有員工的命當 開玩笑 不是嗎 那你所以啊 蔡英文講了半天 說要加強設備 加強到哪裡去了 根本不知道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也不在乎 不過很多人就會想起 在2018年的時候 蔡英文其實曾經宣誓說 5年要為消防員來補充3000人 結果5年過去了 卻只補了1600人 消防員要人沒有人 要錢沒有錢就算了 其實明陽大火幾乎就像是 當年進捧大火的翻版 結果呢 蔡總統這次去巡視火場時 他只說針對此事件 希望能夠盡快召開調查會 來釐清事故原因 最後留下一句辛苦了 絕口不提自己過去的承諾 總統是忘記了嗎 還是不願意想起來呢 難道明年就要卸任 又是2024以後沒我的事嗎 真的是要消防員自己走上街頭 來爭取活下去的權利嗎 加油委員 之前有一部電視劇 這個火神的眼淚 我記得那時候很紅 其實裡面就有提到 關於消防員長期以來的 這些人力不足 或是設備老舊等等的 這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也不是今天才發生 其實大家也知道 從小英總統當時要求 補足人力到現在 其實多年來 大家對於台灣的消防人力 不僅是過勞 而且人力不足的問題 相較於鄰近國家 其實這個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其實消防很多 大家都認為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不管是說就人力或設備的改善 但是中央對於整體的消防量 能或者是救災的分配等等 我覺得還是要負起一定的責任 去協助地方政府 否則以現在這種人力不足的狀況 其實你會發現地方的消防員 很多過去是什麼都要做 包括之前的什麼捕風捉蛇 過去台北市也常常有 後來開始漸漸外包 讓消防員至少不要去做 這些額外的工作 但是無論如何 你會發現說現在的科技 如何去協助消防救災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部分能夠引入 包括資訊權等等 這些老舊的工廠等等 已經在地方上這麼久了 早就應該要建置關於這個工廠裡面的 設備或是相關的這些圖資等等 讓消防員進去的時候 不會像瞎子摸象 也不知道哪邊是什麼 然後這邊 到底裡面的設備有什麼 例如說這個廠房裡面 它明明有這麼多的化學堆滋物 粉末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些地方政府難道都不知道嗎 平常有沒有在去積查 有沒有去了解 那尤其是這麼長久以來 像地方上都知道的這些工廠 其實早就可能有曝露出很多危險的可能性 一旦發生爆炸的時候 其實叫消防員進去 然後像這一次第二次爆炸 等於是這個 讓這些年輕的消防員 深陷危險之中 這個是大家最不忍看到 尤其是很多消防員的年紀 大概都在20到45 這次有很多消防員都即將要結婚等等 大家看電視上這些父母 其實很多父母都是很老實的人 他們都說他們不會怪政府等等 可是其實我覺得 政府真的要負起更多的責任 來去讓這些年輕的消防員 他們當初是非常有熱情 去投入消防救災的工作 但政府該做的是給他們足夠的裝備 給他們安全的一個救災的環境 而不是讓他們雖然看到火場 但是憑著一股熱忱跟勇氣衝進去 可是到底在裝備上 在整個資訊上 有沒有給他們足夠能夠保護自己的這些 救人同時也要保護自己 這個是每個父母 當然對他們來講這些都是 自己兒子擔任消防員 當然是一種驕傲 但是同時也希望政府國家 能夠給他們更多的資源跟裝備 那我覺得這一次當然陳建仁院長也提到 不管就職安法或是相關的這些 是不是能夠主公會等等的議題 會開始來討論 但是我覺得當務之急 除了設備人力的改善之外 科技AI能不能協助救災 這些能不能一起來檢討 希望藉著這一次的機會 大家能夠痛定思痛 而不是今日公寄明日旺季 剛剛所說的這些 都不是我們所要看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封鎖